嗯 那我要开始哦 嗯 有问题 好 然后大家好 我是DiskFactory的Deeper 然后我目前在地球公民基金会 一个环保团体任职 然后我们这个专案已经成立一年多 现在准备开一个支线 那我们的主要关注的就是 全台湾在农地上的违章工厂 然后从政府的资料上面来看 非都市的土地上的农牧用地 有五万间的一式工厂 好 那在两年前 在2019年的时候政府有一次修法 然后大家可能听过是大幅放宽了 呃 违章工厂的就地合法资格 但是其实它有一个蛮大 它做出了一个蛮大的 这五万多间要处理上很困难 所以它做了一些分流 它做了几家 它让几家欢乐几家愁 就是让2016520之前的工厂 它可以呃就地合法 只要改善之后它可以就地合法 但是新增的它就应该 它的法条直接写 新增的卫生进工厂应该要 依法停止空电供水击拆除 那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左边那边是既有的 就类似一个大家 突然放出来跑一个马拉松 又跑到终点的 他们就可以就地合法 啊 如果说没有跑到终点的 或者是说现在是新增的 就应该马上的击报击拆 那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是做了一个违章的回报系统 那呃政府不只公布数字 甚至有公布点位 但是呃政府就是没有标出到底哪一些是2016之前 哪一些是2016之后 所以我就想说我们可以来呃弄一个空拍毒的比对计划 去直接标出那去找出那些政府标出的点位的前后空拍 那只要看出很明显的 你看左边这个它过去还是一片绿地 现在它直接变成了一大片的工厂 这个起码有呃三千坪左右的工厂 那我们就可以标注出来 然后让呃呃更多人去 让那附近的人直接去那个地方拍照 那有有这份资料 我们其实是希望键盘组可以加入 然后提升政府呃提升舆论压力要求政府处理 然后或许可以用变成资料变成基地学习的训练材料 有新的空拍毒就可以做新的辨识 然后我们需要这些 虽然我们现在现在目前都有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呃有做过群众标注的人 然后可以来帮助我们提供我们一些回馈 那呃今天的目的其实是希望大家帮我们测试一下我们的wireframe 然后呃去留去我们dispactory的channel留下留下意见 那我们的共笔有有在最右边的这个hackend的上面 然后如果你是工程师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整次码 可以上我们的github的repo 好大概是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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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